陈晓要退演一圈好惊恶,但看过陈妍希的家世背景,你还觉得陈晓娶她亏了吗? 正在湖南卫视热播的《我们来了2》,带观众体验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,一众嘉宾的精彩表现也成热议话题。 昨日,节目中真实可爱的陈妍希接受《洋子晚报》记者采访,畅调录制去世并分享自己婚后生活的感受。 作为陈妍希产后付出街的第一道大型节目,在她看来,此行最大的收获是感受各地文化,交到好朋友。 陈妍希说汪涵最会吃,韩哥真的是又会做饭,对美食也是非常讲究的,就是跟住韩哥就有饭吃。 而宋希是反差最大的,因为之前倩倩的街拍照片都非常时尚,但是见到之后,她就是一个很直爽的小妞,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。 老公陈妍希,那年花开月正元正在热播,面对记者频频追问追剧感受,陈妍希没有正面回答,反而秀起了恩爱,谈起为人妻,为人母后的变化。 陈妍希和陈妍希,陈妍希和陈妍希去年迎来爱情结晶笑星星。 都说为母则强,陈妍希认为自己最大的变化是有了安全感。 小和陈妍希婚礼当天,陈小姐开头杀亲吻陈妍希,陈妍希开心一笑输掉了多少人的少女心。 比她们婚礼更大排场更大气派的明星比比皆是,可是这么甜的婚礼,小编相信娱乐圈中也没几个了吧。 网友对陈小夫妇的关注,让大家感到好奇,陈妍希家庭背景是什么样呢? 陈小微为什么和陈妍希在一起了? 出道之前,陈妍希就一直在国外留学,是娱乐圈少有的海归高材生,后来由网友保出了陈妍希家境超富裕。 后来她出演电影《那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而在网上一炮而红,人气高涨。 据悉,陈妍希的爸爸经商,家里很有钱,富二代,台湾人基本上都知道她是富二代吧。 认识陈妍希的朋友都说陈妍希人缘好,性格上平易近人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女星陈妍希最近在脸书上开心透露,自己花了一整天整理衣柜的成果,并将衣帽间拍下上传至网络与粉丝分享。 有不少粉丝看到她为数可观的服饰,和空间超大的衣帽间后,忍不住在留言中惊呼,看起来就跟电影中常出现的梦幻衣帽间一样。 据悉,两人从恋爱到生孩子只用了很短时间,很多网友觉得陈妍希配不上陈晓,因为比她大几岁,殊不知网上曝光陈妍希的家境很富裕。 但她从不依靠家人的财力来为自己争取演绎角色,而是靠自己努力争取,凭借的是自己实力。 陈妍希在男家大助修行销,俯修美术,也受过歌舞剧训练,但毕竟是初次演戏,又碰上严格出名的迅猛龙导演林和龙,果然曾经被骂哭。 陈妍希虽然家境殷实,但她从不依靠家人的财力来为自己争取演绎角色,陈妍希从配角一路盼到今天的绝对女主角,完全是靠自己的实力。 你们还说是陈妍希虽了吗?明明是陈妍希下嫁好吗? 2015年8月26日,中国媒体报道与台湾女星陈妍希热恋的新闻,当天双方经纪人也证实次消息,并给予祝福已预定2006年7月19日举办婚礼。 有些粉丝能够出席,让其他不在中国的粉丝们羡慕不已。 016年7月5日,陈晓、陈妍希在合肥邻居结婚证。 3、这二位是继理明顺和范文芳后第二对神雕侠侣。 二人婚礼于7月19日在北京燕西湖举办。 当时陈晓解释,燕西湖的寓意是燕西湖。 陈晓的这句话证明了小溪相爱的程度,献杀旁人。 这场婚礼共有300多名嘉宾出席。 4、之后于2016年7月21日在台湾台北举行归宁宴。 5、 2016年12月20日其妻子陈妍希在台北产下张子。